同学你当市长就把这些人干掉 对不对 好不好 科幣都就可以当市长了 对不对 我这边的意思是说 科长就是说 既然青山公园 大家有这么 跟当初你口头一直交代 要保护术啊 可是事与愿违 那这时候 我们要再装刊 这个二十个点 是不是 我们来大家 找里长 或是有热心的 我们来拍照 拍照就没有话讲了嘛 对不对 这段时间也不可能在台风来 那拍照完 结束以后 我们就按照这个照片来复旧 这样大家同不同意 另外这个是一个是说 有时候不要因为科幣一句话 说赶了几天 你说你七点就要施工 这种有点漠视当地人生活 有些人夜生活 洗碗盘的打工的 回来正在睡觉 那你七点就要开始施工 到八点 这一点请科长 还要考虑整个施工的 有那么早就在施工的吗 那你就没有这个再注意到当地老百姓的生活 这一点 我想既是到处施工 有七点就开始施工了吗 对不对 那你说到没有假日 平宅再拆也是因为大家就是提亮你 你起码留一天让人家可以闯息一个机会 什么没有假日 当然也不要太过劳 就是说要顾力到当地的老百姓的生活 另外就是安全性的问题 因为公园这么多人在使用 有小孩子大人整天都那么多人在使用 你这个专刊 那这个安全性在哪里 那你是要有个公告一个日期 对不对 里面也有溜滑梯啊 大人很多的场所 这不只是说科幂交代的要一个专刊的记录 可是当地的生活跟安全 这一个 那另外 这个红专地是去年 我们里长跟郝荣云市长座谈 在新一区公司我跟他举手 本来以前都是为 那个四五十年的红专地 很多人摔倒 社会局反正就不管 反正摔摔你们的 对不对 所以我跟他举手 市长交代做这个红专地 我希望这个红专地也要拍照 你们没有拍照 我就找人来抗议 就不准 就让你没办法施工 这是一个 我们不要再说 科长这么辛苦 口头交代 可是交代最后 这么多人还是有疑虑 所以这个刚才讲的这种复旧 我们就按照相片 我们大家先来拍照 结果 防给市民一个 原来的生活的环境 如果有损害 你一定有理学保证金 你先刀起来 你不要说理学保证金 已经付给他了 我是站在这个的方面 因为以前 福德兵在拆 当然厂商很辛苦 可是数不像数 那我们希望这一次 不要再换掉 再一次来说明会 我已经有交代了 可是最后大家还是认为 怎么这样 另外我还是希望说 还是地木柱开花 对不对 因为柯比一讲话 反反复复 他以前讲要 武汉复的工营主带 对不对 那为什么要牺牲到我们广市 我一直在在呼吁 这个你要保留 保持现有的工业 还有这个工营主带 复数跟总人数 要控制 不要超过代 我们现在大人理是四千五百人 不要去吃官僚公 大概我的结论就是说你要拍照 你照应的时间七点开始施工 我们是不会同意的 没有一个人 市政府顽固老百姓的生活 还有安全性的问题 还有你这个要 你那个互救 就依照我们的拍照 这样子 DMU都开发 好谢谢 谢谢大家 谢谢 好谢谢蔡里长 另外两位里长 有没有要指教的部分 没有好 好 那我先回应一下 蔡里长这边的 那个部分 当然七点时工到 早上七点到晚上八点 这个施工 我刚才一开始就有说明过 在有限的工期里面 那当然我们再跟 德表早上这边再来沟通 就是说看有没有机会 我们尽可能早上八点 但是我要先跟各位 相机这边先说明一下 那个转碳 它除了在那个落锤 那个部分 可能会有一些噪音震动 剩下的那个部分的 那个砖孔的部分 事实上 它不像拆除工程那样子 而且它那个点位 其实 各位 我们基本上 可能各位会有一些疑虑 因为前面的拆除工程 确实是那种破坏性比较大 但是 转碳这个部分不太一样 但是为了如何 如果说七点 确实我是觉得我们再检讨看看 也没有机会再 譬如说以八点 但是 各位 我们八点的话 中午基本上是 应该我记得是没有休息的 就是一直一直在 继续在运作 这个部分的话 我们这么说好了 是不是可以晚一点开始 八点开始 尽量不要去干扰到 各位的日常作息 这个我们来研究 那至于说 有没有机会在 一个礼拜 休息一天 礼拜天这个休息一天 礼拜六 礼拜 礼拜天或是 因为大家习惯上 如果说 我们一般工程 礼拜六还是有在工作 但礼拜天这个 我们来检讨一下 恭喜 好吗 再来是安全性的问题 因为我刚才有说明过 基本上 钻探这个部分的安全性 它旁边还是会有 施工的一个简易为例 但是我想简易为例 基本上 只要各位民众在活动的时候 不要跨越到施工的过程当中 我想这个安全性的话 在场他们刚才有说明过 每一组机具都会有两位工作同仁 在那边负责维持 所以这个部分的话 基本上 我会要求那个施工为例 要把它就是 至少把它界定清楚 让各位在活动的时候 不要误闯到工区范围内 因为机具毕竟在运作的时候 可能会有一些安全性 那至于说 拍照这个部分 我想这个可以 本来在施工开始进行之前 就要先拍照 我想这个在我们七月里面就有了 就说每个点位的部分 那刚才里长指教说 我们现在在红砖道上面的那个部分的话 我会特别请 除了厂商之外 我们同仁自己也要注意一下 点位在红砖道上面的部分 是希望你在拍照的时候 有督花局的人 还有里长跟周遭的人 大家一起 你讲你的 我认为 我们明天回去我们就签一张开会通知单 就是我们要请在座的里长 好不好 在座的里长 如果你愿意来一起会同 我们到现场再拍一次 再拍一次 点位的部分 那你针对你要检讨的部分 你应该有具体的成果以后才有 检讨了 科长是不是你检讨有一个 具体的结果再来 再开始施工 呃 我 呃 所谓具体的检讨 因为就是要转车才有办法检讨 没有 我的意思是说 刚才针对那个施工的时间 是 请教科长就是说 你是7点 下来8点 那你科长的意思就是要回去检讨 我想在检讨 检讨的方式 呃 待会会后上会 我就跟祭司这边讨论 最快的话 我们希望在会刊 那个 我们回去签开会通知 这礼拜我们就会看 排长 因为我坦白说 在有限的 呃 公期里面 我们其实本来排定的是 这周就要开始 哦 进行 呃 施作 但是没关系 刚才里长有指教 这个我们照办 哦 拍照 那里长还有要 因为 我们不是专 我们不是那个碳专 我们是 不是专家 但是福德街 齁 捷运的话 已经有碳 碳 碳 碳专医院 好几趟的话 他是只有 检疫性的三角 所以 大概有威胁 所以说 生命也是 还 因为在福德街上 是比较 宽 所以说 没有什么 没有什么影响 在里面 应该也是 没有什么影响 是这样子 或是可以 这个文件 反之说 名相 应该是 捷运 在福德街 已经 赚 赚 已经有两次 所以说 生命不是很大 是这样 我们也是在意 到现场 在意 要看 但是 牵回去 我是不晓得 好 谢谢理想 还有 有 刚刚有讲 捷运事实上 已经 碳干了 我不知道几次 我已经 看了好几年 所以捷运的 碳干的 当然他可能 深度是不太一样的 所以 应该把捷运探干的 那个做比对 还有 上次我们里长 蔡里长 上次在 广池公园里面 挖了一个大池 挖了几十公尺 那个森 那个纪录片 应该把它拿下来看一下 那个 因为你现在是抽样的 在转开 那上次那个是 大面积的挖掘 那究竟那个 那个地层 是什么样子 我觉得那个 还是更 更可以参考的 后来就把它填回去了 那损失几百万 这个 我们几百万的教训 我们要拿过来 要把它好好 看一下 不然 常常这样浪费工堂 那也是 糟蹋了 好 谢谢 那个 科长 因为他讲到我 我久了 你实在是 讲说 你要有点尝试 那个 挖的大学 那个挖的大学 我现在再给你解释一下 你如果误解 我再给你解释一下 你如果再继续误解一下 那个是你的IQ有问题 因为那个是怎样 是淹水 因为新工处 我讲的话 你不要讲话 你刚才我讲话 尊重 你我讲话 你不要讲话 我讲完你再讲 好不好 你要有大词 我要告诉你 那个是淹水 新工处 建的马路 因为公园都比他们矮了大概 几乎八十公分到一百公分 那 那个 新工处 弄那个马路 他就不管这个公园 就把那个水管堵住了 对不对 我讲的话 可以验证 我甚至也想说 你都可以去法院告我 我都陪你去 你不要在那边乱讲话 第二个 因为那个淹水 所以我跟市医员反应 市医员请他们来做 那至于公园处 他们要挖水池或挖什么 我一点意见都没有 所以我跟你更正一下 不是我的意思 因为我如果那么厉害 我干脆就去公园 我就跟他做祭司 赚三百万就好了 还被你这样糟蹋 对不对 因为那个是 市政府公园处 他们 他们 他们要 他们要 他们要做的事情 那我是准有尊重 对不对 他要挖大雪池 怎么是说 你想得说 那个 蔡理长去挖的 我现在要更正一下 如果我挖大雪池 你还不敢跟我去廟宇 手座 公园你没办 我跟你说 那所以这个问题 他人家抗议后 换到隔壁去挖了小雪池 还是烟 我里长的责任 一定要跟他反应 怎么后面有你在 对 没关系 带你回来 没有关系 你讲话 我坐在那边听嘛 对不对 不用在那边 两手插腰 先限制一下吧 对吧 刚才那个也没有 你是主席吗 没有啦 我想 谢谢 没有你讲话的余地 我讲话你在